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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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太多了 历代人都在学习欧体字 它自然成为一种体系 欧阳巡 于世南 楚隋梁 方成素 包括燕真卿 柳公权 赵孟福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只限于说欧阳巡 这凯书的范围还很大 比如说像唐代的于世南 楚隋梁这些人 那都是书法大家 他们和欧阳柳兆相比之下 就说各有千秋 另外我们大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当你学习某种书体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有门户之间 现在有些人就是学着燕体字 就认为燕真卿是千古第一人 认为燕真卿 我听到人不少这样说的 学习燕体字的人 认为燕真卿的季之稿正作为 比王羁之的蓝天旭还好 然后有人学了欧阳巡之后 就认为欧阳巡千古第一材数 那任何人不得相提并论 有人学了赵孟福 就说赵孟福 千后五百年无出幼者 就是他学了一种书体之号 他就是以偏盖圈 站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边 来指手画脚的批评别的书体 这不好 这是什么 我们说句难听的话 井里之王 你只看到你这个井里边 这块小天地 你不知道世界之大 你当只学了欧体字 像我只学了欧体字 我就一定说 哎呀 欧阳巡最好 而且这种偏爱 就是把欧阳巡奉作声明 其他的人那就不足为奇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狭隘的 对书法不懂 懂了 你就知道 这个书法这个宝库当中 处处闪月的明星和珍珠的光辉 都是书法俱将 哪一个人都是个大海 所以你深入进去 都是深不可测 深不见地 因此 千万不要有门户之间 比如说我学 我写欧体字 我父亲 我的爷爷 我的弟弟 我们都写欧体字 当然我们知道欧体字有哪些个长处 但是相比之下 和掩体 流体 造体 相比之下 也都有 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千万不要有一段门户帮派之间 但是呢 我们说的这点时候 还需要细致地分析一下 那就说 你说了半天 是不是就等于说 大家只要学习楷书 学阎 学柳 学赵 学欧 都可以 就无所谓 学楚随良 学于世兰 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尽然 我们还有一个具体的分析 这个具体分析就说 现在人们学习楷书的人呢 从岩和柳 我们就说近几百年历史当中 学岩 学柳 入门的人比较多 所以大家经常说 学了岩体 学了流体 岩金流骨 那么这就容易把字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样说法我不反对 真的我是不反对 但是也有人提出来呢 就学赵体字开始书 不太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赵体啊 无真凯 我们说这句话 这是古异有之的一句话 叫赵 叫赵字 无真凯 有时候赵体无真凯 就是公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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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纯正的公凯 就是说 学习赵体字啊 因为那开始阶段 它没有最纯正的那种凯数 它都带着新书味道 嗯 啊 再有一点呢 赵字应该以金屑取胜 这个金屑 金屑 所以它比较发愿 但是凯数更应该呢 是以方笔为主 见规见脚 应该是这样 所以赵体字虽然非常之好 但是应该在开始 这个阶段学习的时候 暂时不学习赵体字 学欧 学研 学柳 我是提倡从这三种入门 但是我们还应该再分析一点 就欧字的难度大 欧字在入门的时候难度大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严格了 它的点的话 它的集体 那种严谨 工整 应该说有一种森严壁垒的这种感觉 极端的严谨 所以有些人入门的时候 开始盲人不知如何下笔 而且写好一横一竖 一点一画 都感到非常的吃力 所以当年的这个何少基啊 曾经讲过一段话 嗯 他说啊 学书法应从烟流开始 赵字不一 所以赵体字 他就提到刚刚说的道理 因为没有真凯 赵字不真凯 就凯书啊 不公正 有这么多问题 所以他说呢 先从烟流入手 于是有人问他 可以不可以从欧体入手 结果这个 这个何少基何自珍 这个 那是一代名家了 宗师 他说 他说学了欧体字啊 就如同坠入了汪洋大海 而茫然不知所向 难度太大 难度太大 嗯 所以我们呢 觉得何少基这样讲 稍是极端了一点 现在 越来学习欧凯人越来越多了 欧凯因为严格 哎 因为工整 所以更容易打好基础 学好了欧体字之后 将来再学其他的书体 你就觉得会轻松一些 简单容易一些 其实呢 深造以后 都是有相同的难度 但是在入门的时候 欧体字更难一些 这应该是个事实啊 但是我们说呢 初学的朋友们 选盐 选柳 包括选楚 选这个鱼 选欧 嗯 都可以 都是 无可挑剔的 无所谓 只是现在人们呢 学习鱼是男的字 比较少 近年来 学习楚遂良的字 越来越多了 嗯 比较世贸 盛心啊 这是为什么呢 哎 就是呃 跟这个全国书展有关系 全国书展呢 比如入选两张这个 呃 写这个 于是楚遂良字体的人 于是别人感觉到哦 这种字体看来 苹果人喜欢 于是就哗啦哗啦 大家都写楚遂良 这种字可以得解 实际上 就是投其所好 投评委所好 这是一种歪风邪气 我们将来留作 关于讨论书协讨论评委的问题 专门看这些问题 嗯 所以这是一所不正之风 哎 再有呢 呃就是这个最近天津 呃和河北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人 写欧字的越来越多 啊 我应该说呢 呃 坦诚不公的说 啊 是我受受我一点影响 因为我写欧字年头多了 哎 有些个我的学生呢 因为写欧体字 也在全国入选 获奖 也带动了一大批人 实际上 这也不好 同样跟刚才的问题是一样 不好 啊 一形成一种风际 大家都追风 这就陷入一种盲目性 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总起来说 呃 学欧 学柳 学这个 呃 这个鱼啊 学厨啊 学厨啊 学厌 都是好的 只是我说呢 柳字这些年受到冷落 嗯 好像这个社会上 学习柳字的这个书法班也是比较少的 是是 嗯 这个半流体班本来就少 学柳字的人也越来越少 我在天津在侧重的培养一些个呃 青少年 学柳字 因为柳字非常的好 啊 柳字非常的挺拔 而且出了清秀 这个呃 希望朋友们对柳字不要有什么歧视 主要我觉得大家学柳字人少的原因啊 是因为柳字好像这些年来 就高水平的教师太少了 我也确实看不到在全国的范围当中 当然我很孤陋很狭隘 但是我确实是见到些柳字的啊 高潮水平的老师 极少极少 所以呃 半流体班的也非常之少啊 啊 那么青少年也就同样受到影响 而且在全国的展览当中 几乎见不到些流体字的人 偶然有些流体字的 也 因为评委的这个 呃 喜悟不同 也常常被淘汰 所以近年那些柳字太少 我因此呢 而表示不平 我觉得柳字非常的好 初学者们 呃 坚定信心 写好流体字 也是很有前途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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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